一代宗师刘家良的丧力比香港近年逝世的其他艺人表现得更为讲究排场和体面 除了殡仪馆四周插满刘字的黑白旗帜之外 直到晚上9点,来自洪拳、白梅、白鹤等多个门派派出9只宿师 即刘氏门派3只孝师,一共12只围绕殡仪馆场内场外一周以示致敬 可见刘家良在武术界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而对于圈内的人士,除了大家熟悉的陈龙、刘德华和曾志伟 因为有事未能到场之际,到场的大腕反而就寥寥可数 只有甄子丹、汪明权、罗嘉英、郑少秋和薛家燕等等 可见在刘家良的最后岁月,他与圈中人士的交往比较少 作为刘家良香港徒弟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个 郑少秋特意在外地赶回香港 并且会在师父出病的时候担当带路的角色 我多数是拍戏的时候在师父学 直到腰马各方面的运用力量 使我拍戏的时间都懂得如何掌握 而且在师父那里真的学到很多技巧和拍戏的东西 平时跟我们讲的都是笑笑口,好像双双凉凉凉的样子 这个师父真的很好,他说的说话也很有说服力 而我们做徒弟也是大家都很从心里面尊凉凉凉凉的 那我就上个月呢 我都在太平馆和我喝过一次茶 那聊过聊 那我就问他 他说哎 你反正是 他很少这么 认得自己有病的 他平时都说没事没事这样的 他说都是有点不定的 那我说你怎么保持身体健康 那他做个运动给他看啊 作为香港动作电影的当红人物 曾子丹在百忙抽空到场 不过他留下的话很少 呃 就是你 致敬啊 你就是 高高高 老老师 不贵不贵不贵 不贵不贵不贵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